甲哥真的有毒 让他别洗车 让他别洗车 一洗车就下暴雨 看这边都是泥巴路 黄泥路 洗完更脏 有毒啊 每次一擦车 就下暴雨 警察我要关窗户来 关窗户太脏了 但是这条去乌兰副总的那个 路啊 两边的风景还是挺漂亮 哦呦呦 下雨了开始 刚好刚好 刚好啊 那个鸡 我去冲一下 哎呦我去这边发大水啊 哇这里雾好大 怎么越爬越高了 爬了一个3.4公里的下坡 然后又开始上坡 嗯 好了走了继续出发 来这个 景区附近的这个加油站 加了个油 但是感觉是这个 感觉是这个 感觉是这个边上村子的油 所以呢 只加了200 只加了200 哎 现在已经是傍晚的6点半了 怎么还没有到驻车地 哇今天天气这么差 其实应该找一个 稍微繁华一点地方驻车的 吃饭比较方便 今天天气太差 还下着雨 来这个乌兰固同景区 这个点是好几天前就 越龙就设定的 龙哥就设定的 不知道有什么魔力 一直在吸引着 我真的过去看一下 我这里 这一条呢是号称中国 北疆美景大道啊 中间有一小段的地方 然后有一种走 独复公路的处理 咱们目前呢已经到了乌兰固 这边外面的牌子 写着中国自驾游圣地 明明这里是终点啊 但越龙他们 为什么又往前去了呢 咱们现在进到这个乌兰固 这一桶的景区里头了 要进去 嘿嘿看到这些马什么的激动死 看这里 大幅草原啊 乌兰不同里面还挺热闹的 里面有两个 两个类似小镇的地方 都是酒店啊住宿啊 吃的啊都挺多的 有两处啊 但是呢 从这处再 再开过去的话好吧 就出景区了 所以我又回来了 我在这边等他们了 他们还是要回来的 他们只是去前面看了一下 这里有一家特别特别大的 内蒙的肉饼店 你看 五店 五店老蒙古肉饼五店蒙古菜 今天晚上就吃这个了 把车停一下 停边上 好了 月容他们到了 我下去了 就是那个老蒙古肉饼 哎呦我们还在下雨下一天 那车一待着啊 好大的雨 他现在这边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 都开始打雷了 是天气 三只狗 咋溜啊 家庭好大 他这里不止外面 里面还有 里面还有 老大 点两个馅饼 一份五十八 两份一百一十六 一份炸鲜菜 四十八 然后这个羊羊串 呃非常一般 这个羊羊串 我们依然点了一串 尝了一下 非常一般 好了 吃好了 咱们四个人消费三百二十四块 还点了两个羊小腿 味道呢 肉饼还不错 但其他菜呢 一般般 很一般 就是给旅游 旅游的人吃的 上得比较快 而且风量不多 好了 甲哥呢住姐店去了 我跟月龙呢 去找住手地 马上就到 这里 应该是这里最重要的地方 你想想不到 这是一个 这是在一个草原里面 草原里面的一个小镇 全都是吃喝玩乐 基本上全吃了 全吃饭的地方 一年就做这 几个月生意吧 两三个月生意 所以现在是最重要的 酒店都基本上住满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呢我跟月龙呢就住车在了这个乌兰不同景区的门口了 这边那个停车场 因为那里里面的话人太多了 也没地方停车 所以咱们就只能停在这 不太好遛滚 因此你别喝水了 喝这么多水 你给我溜了你啊 给你们看看外面的环境了 老冷了这边 其实已经在草原上 晚上这边 雾气老重了 你看前面就是景水大门 雾气好重啊 然后我们正前方就是大草原 这边有一个 熬包 我现在 我带樱桃出来遛口 我就拿个灯 给你们看看我们昨天晚上的驻车环境 驻车在这个乌兰不同草原的景区的停车场 好漂亮的 现在起床 我跟樱桃吃个早饭 坐好坐好坐好 我们早上是 昨天还是前天买的面包 一起吃啊 一起吃啊 我吃 我吃馅儿 你吃皮 我们现在呢 进到乌兰不同景区里头了 门票是120块钱一个人 包含车辆啊 120块钱一个人 咱们现在前往咱们去的第一个景点啊 乌兰不同草原的五彩山 哇 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个景点啊 但是不知道那边漂亮不漂亮啊 听名字好像挺美的 五彩山 五彩山 顾名思义啊 就是五颜六色的山 五彩山 你也要看 我们到了五彩山这边 是不是你也要看 啊 继续看继续看 神 五彩山 五彩山哪里五彩的呢 哪里五彩 这里就是一个观景平台 我看到五彩山是直接植物五颜六色啊 我丢啊 我都 你以为山跟丹下地貌一样是吧 草原上怎么会有这个 你咋又出来了 你咋又出来了 抱一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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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彩山指的就是 mínimo几度 下面的植物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变幻 叫五彩山 一笔一碗 我们现在来这个公主湖这边 前面还有一个是盘龙峡谷好吗 这能有什么峡谷 今天过得严严实实的 我到今天才找出来我这块布 早知道我应该早点 早点带上的 也不至于现在搞得这么黑 这风景 天气好的话还能看看吧 阴天的话就感觉真的 就跟各个城市的公园 其实还没有各个城市的公园 而这边草原不一样 有巴伏加成 大家看过了 公主湖 进这个草原 早点的话 草绿的时候还可以 现在的话真不好看 而且大家 可以进来飞飞无人机 飞飞无人机还是挺好的 下雨了 咱们在路边吃了个农家乐 要准备走了 今天我跟半仙要两个人走了 月龙他们要回厄尔多斯 要回厄尔多斯 倒个航了 直接倒航张家口 他们要离开内蒙了 不过最后还是要走回来的 好了 我跟贾哥呢 要前方一五百米 要拐到张家口了 月龙的笔直前进 咱们三兄弟就半个月后见了 月龙结婚的时候 我们再到欧尔多斯去 我跟贾哥两个人就悠达悠达的 慢慢换过去了 月龙直行 我们要右拐 顺便去修车了明天 咱们现在到张家口了 今天做的第二次核酸 第二次 一天内做的第二次 嗯 做核酸 咱们去住车的地方 分布了整整一天 吃饭去了 两兄弟吃饭去了 裂开 雪妈裂开 欢迎来到张家口 我们两人找的第一个注射点是 这边吧 哎呀我过不去啊 来打个吗 走这边对啊 那我从那走啊 啊你从那走看 我我从这走看 那我的 哇感觉这边也有限高啊 三米龙门家 一个字 绝 那你能过去好吗 我不知道我得看一下 记住啊 看这边前面又有一个三米的限高杆 我发现这边只要是进城区 好吧都会有限高 哦呦 大点现在呢开了货车导航 好了再开 去找贾哥八公里的路 我要开将近半个小时 他找好了注射点 现在开过去 普通的小车导航呢 在 加车导航是用不了啊 加车导航市市区里面全是限高 全是各种各样的限高 哎呀终于快到了 哈顶活生生从市中心开到了张家口的小山村里面 郊区 十公里路开了将近四十分钟 现在已经快晚上九点钟了 咱们还没吃上晚饭 这都快吃成宵夜了 OMG 呀 傻眼 晚饭面宵夜 这真的四公 我们现在停好车 然后一路步一路步行下来 这是什么古城 不知道 就是张家口这边的古城这边 他们这边的城中村这里 我跟展哥走了半天 走了一公里多下来 没什么吃的 就一家饺子馆 我们准备打击去 外面吃 对的对的 道理啊 九点半 我们来吃肯德鸡 我跟展哥吃完肯德鸡回来了 他准备挪车了 因为这边味道有点大 你看我们这后头什么都有 老脏了 感觉这里后面就是一个垃圾堆 什么尿不湿啊 卫生巾啊什么都有 他一开始还说随便 我说那你随便 那反正我闻不到味道的嘛 对吧 如果吃完可能就回来 他一闻 发现这味道不对 那 一路吃饭 我们准备移到呢下面的一个收费停车场里面 一个小小的 但是很干净 比咱们刚才那个地方干净 在这个镇压口市这边停房车啊 注册点很难很难找 我们找了好多个 都不行 啊 咱们两辆车把车停好了 看 停在这个位置 后面是一个山头 后面是一个山头子 上面还拉着网 免得东西砸下来 很奇怪啊 这个停车场明明可以停下 但是 这边一辆本 一辆车都没停着 只有我们两台车 也比较好吧 比较安静 好 他那边继续这门东西 到时候让他就告了 哎好好好 难怪这里没有车停 你知道吗 这边一小时四块 而且上不封顶 等于说我跟甲哥住一晚上要 一百块钱 一百多块钱 对吧 那么开个 开个标准间也差不多了 一回到内地啊 车内温度巨神 现在车内温度23度 我用我仅存的水啊 我这个沙发环境卡座下方 还有一个小水箱 仅存的水 说话洗脸 大水箱是彻底淡清凉绝了 不过刚才问了这个管理 这边管理天上的那个大爷 说明天可以去他那边加水 然后明天早上起床 去他那边加碗水 然后去修车